音乐三六 365天 我们一起走在上帝荣耀的祝福当中 好像昨天我们讲到一诺 在那个世代里面 每个人都经营自己的人生 其实今天也是这样的世代 我们不也都在经营我们的人生吗 即便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人人在经营自己的人生呢 但是以诺与神同行 走在上帝对他生命的那个计划当中 那就是价值 那就是价值 那个不一定有世上人眼中的价值 却有上帝眼中的价值 我从小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编剧跟导演 我觉得那是我很深的一个梦 我人生最想做的这件事就是这个 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十年的时间 在剧场里面工作 那是我很快乐的时间 做编剧 做导演 我觉得那是我自己很想做 我也看见上帝很祝福 但是主对我说出来 客上人出来 离开剧场 出来进到教会里 我一点都不喜欢木会 诚实说真的 那个不是我想要做的事 那不是我的个性 我想要做的是创作 但是神说出来 去教会牧养 去讲道 去牧养 这些年我进入教会 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我渐渐明白 神为什么叫我出来 我也尝到 当我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神对我的那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快乐 但是很诚实说 我当初一点都不是这样想的 然而我知道一件事 如果上帝要我做一个传道人 我却偏偏要去做编剧导演 就算我拿了金马奖 就算我拿了百花奖 金鸡奖 就算我拿了奥斯卡金像奖 在上帝的眼中也没有价值 那我就是一生白忙一场 因此我必须回来 回到神荣耀的心意当中 学习与神同行 弟兄姊妹 这就是价值 亲爱的好朋友 你也在找你人生的价值吗 很多的时候 我们把人生的价值放在 别人怎么看我 我大学毕业了 开同学会 我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表现都没有别人好 我觉得去了很难过 我不去 因为别人会怎么看我 我们住在这种社区里面 大家要选管理委员 我才不要去呢 人家那边是董事长 那边是总经理 我算什么 我才不要去呢 我不要跟别人来我 我到教会里面去 我不要去小组 因为人家问我说你做什么 你做的工作 赚钱赚这么少 很丢脸 我不要去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用人怎么看我 来决定我的价值 但是那些东西 一旦把时间的长流拉出来之后 更长远往下去看 不过就是每个人就是一个点 就好像坐飞机 你知道那个飞机 飞到高空上 往下去看的时候 我们家是一个黑点 台北101 也不过就是一个点 就是一个点嘛 那个最贵的欧洲进口车 是一个点 我们家的那个玉龙车子 也是一个点 但是走在路上的时候 觉得天哪 我这个车 哇才几十万 那个车几百万啊 哇怎么得了 哇101一瓶都可以买我们家 买我们家整整户 哇差很多 但是拉到上面往下看 没什么差 101也就是一个点 我家也就是一个点 玉龙的车子是一个点 欧洲进口车 也不过就是一个黑点 在地上像蚂蚁一样的一个黑点 用上面的眼光来看 我们会有不同的价值 那么真正价值是什么呢 在那里争 你家大一点 我家小一点 房子贵一点 便宜一点 车如何 名牌 那些都会过去 但是真正的价值 可以带到永恒的价值是 我知道我这一生 与神同行 走在上帝对我的心里面 你也正在抓吗 你在找人生的价值 我求主今天对你说 以诺之所以活出一个与人不一样的人生 那个不一样的人生 是上帝看他不一样 当世代的人怎么看他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当世代的人不是以诺一生的评审 最近好多电视节目都是一些歌唱比赛 所有的观众都喜欢你 你的亲人都喜欢你 评审不喜欢 没有用啊 因为你能不能够晋级掌握的不在观众 不在你的家人 不是你的邻居 不是那个喜欢听你歌的人 掌握在评审的手里 我们的一生有没有价值 评审在上帝的手里 你愿不认真地花时间问主说 我要我的一生有价值 因此主让我知道什么是你对我生命的计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朋友我真的相信 我们中间有些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正在面对人生的下半场 你知道人生下半场是很重要的 因为中场的休息时间 决定下半场的战术战略恢复体力 下半场 校正你自己的方向 求主向你说 不是他与你同行 是你与他同行 进入神的心意 主求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 直到我们真的进入你的心意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Amen 面对人生下半场 校正方向 进入神的心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